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两件宋豪非常有名的词题 第一件是宋豪龙丞尧的《通费心向耳图》 您现在可以看到所谓的向耳呢 就是那个两个耳术是向鸡这个形状 有了一个大的肚子 而在它的底下呢 那种人物叫做鸡蛋纹 换句话说就是鸡花的花袋一样的 这个向耳图呢 叫做通费心 换句话说它是清人的 但是呢 代表一种新生出来的通质那种清人的 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 它的一个形状呢 是宋豪的形状里头 一件特殊的形状的形状 同时 它的右 非常的轻盈 色泽非常的柔和 是宋豪的形状里面 一件最美 肉色 最清明 最好的一件 词句 也是形状最特殊的一件 词句 第二件呢 这件叫做圣巢桌窑的本心鱼耳鱼鲁 它也是仿道同性的鱼来做成的 鱼呢 是一种 后来我们把它 像所调的鱼鱼一样的 具体 它两边有两个跟一个形状相传的耳朵 它有一个特点 这个器皑 您可以看到它的底部有六个冰子 那就是表示它的招法是用了一种 一根拼针招法 所以它用六个冰子把这个器皑擠出来 再加清了招的 这种招法呢 在宣伐以前谈谈谈 但是宣伐以后不谈谈 其实有特别的